凤凰每周快讯有 麦当劳赞助播出 各位好 欢迎收看凤凰每周快讯 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头条新闻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31号抨击 前总统特朗普再次声称 自己将成为女性的保护者言论 是在冒犯女性 女性选民是哈里斯在大选冲刺阶段 试图争取的关键群体 而提前投票数据显示 女性选票远超男性 这给哈里斯阵营带来新的希望 更多的新闻内容 请留意晚间播出的凤凰每周新闻 欢迎回来 美国白宫发言人皮埃尔周三表示 无论谁赢得大选 总统拜登都将出席明年1月 举行的新任总统 就职典礼并承诺实现权力的和平移交 皮埃尔表示拜登确信权力会和平移交 而人们也可以看到拜登即将要做这件事 这与拜登本人无关 而与美国人民有关 无论谁胜出 这是美国人民需要看到的事情 皮埃尔并指出 参加新总统就职仪式 是权力移交的一部分 拜登作为即将卸任的总统 他肯定会参加这个仪式 2021年1月 前总统特朗普和他的妻子梅兰尼亚 在拜登就职典礼前就离开白宫 跳过了与新任总统传统问候和就职典礼本身 而特朗普当时的副总统彭斯和他的妻子 出席了这一仪式 美国总统拜登此前发表争议性言论 称呼前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特朗普的支持者为垃圾 特朗普周三穿着垃圾车员工工服 出席威斯康星州的竞选集会 特朗普当天登上一辆写有他名字的白色垃圾车 并问在场的人觉得他的垃圾车怎么样 还说这辆车是为了纪念哈里斯和拜登 特朗普其后在竞选集会上 回应拜登此前的言论时 称自己的支持者 比拜登和哈里斯的支持者质量更高 特朗普又指 如果拜登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 不爱美国人的话 就不能够领导美国 特朗普还表示 他认为他的支持者是美国的心脏和灵魂 是建设起美国的人 美国总统拜登同夫人昨晚在白宫南草坪 举办其任期内最后一次万圣节活动 在当晚的活动中 拜登身着西装 打着领带 将一盒盒万圣节糖果递给孩子们 而美国第一夫人吉尔则穿上熊猫套装 给参加活动的孩子分发图书 另据报道 活动期间拜登被拍到 开玩笑地咬了身着万圣节服装的婴儿 拜登本人似乎并不介意这种互动 但相干画面引发网友争议 有民众称这一幕视觉效果奇怪 但也有网友表示 此举仅仅是表达亲近的方式 美国政府周四宣布 对以墨西哥为基地的 拉里内亚贩毒集团 相关的多个个人和实体进行制裁 美国财政部当天表示 将对与拉里内亚集团有关的五名墨西哥公民 和两家企业实施经济制裁 拉里内亚集团据称是向美国走私 强效阿片类药物分泰尼 和其他合成药物的墨西哥贩毒组织 主要在墨西哥齐瓦瓦州 及其周边的边境地区活动 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阿德耶默在声明中说 如果拉里内亚集团继续其犯罪活动 并直接促成芬太尼再美扩散 财政部将使用一切工具展开追捕 据报道美国毒品管制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 芬太尼已成为导致18至45岁美国人 死亡的主要原因 路透社31号报道 巴西总统卢拉将会缺席 11月中在秘鲁举行的 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报道引述巴西总统顾问消息称 芬拉将不会出席11月14日至15日 在秘鲁首都利马举行的 亚太经合组织峰会 并希望专注于11月18日 在巴西揭幕的20国集团峰会 芬拉10月初因摔倒 导致头部后方受伤 并出现轻微脑出血 已经先后取消多项出访行程 31号的医疗检查显示 芬拉的情况稳定 没有出现任何症状 可以正常工作 医生补充说 芬拉的伤情监测仍在进行中 三天内将再进行一次体检 休息一下广告过后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美国上月的通胀率暗月升温 但年率更加接近 联邦储备局的目标 美国9月份个人所得 暗月上升0.3% 是半年来最高 但符合预期 开支升幅扩大到0.5% 8月份的数字也被上修 美联储更加看重的 通胀指标 个人消费支出 PCE价格指数 虽然暗月升幅 加快到0.2% 但暗年上升2.1% 也是2021年2月以来最低 也更加接近 美联储的2%目标 不过分析师指出 核心通胀率没有回落 而且暗月升幅也再次扩大 反映通胀有相当的牢固性 今年底到明年初 有可能反弹 在消费更显韧性之下 美联储将对降息持谨慎态度 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地区检察官 日前提起诉讼 试图阻止美国富豪马斯克 在大选前向登记选民派遣的活动 由于马斯克法律团队 要求将诉讼移交 联邦法院处理 因此宾州法院需要暂缓处理本案 费城地区检察官拉克斯纳等人 周四出席宾夕法尼亚州法院的聆讯 不过被传召出庭的马斯克 并未现身法院 法官在庭上表示 马斯克的律师周三晚提交文件 要求移交联邦法院处理本案 因此现实需要等待联邦法院 决定是否受理诉讼 地方法院暂时不会推进法律进程 检察官拉克拉斯纳指控马斯克 及其政治行动委员会 透过100万美元奖金的大抽奖活动 又是摇摆州之一的宾夕法尼亚州 登记选民分享个人数据 举活动违反了消费者保护法 美国农业部30号宣布 在俄勒冈州一家私人后院养殖场的猪体内 检测到H5N1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 这是美国首次报告 猪感染H5N1型禽流感 据农业部介绍 摄益养殖场位于俄勒冈州克鲁克县 饲养的家庭和牲畜 共用水源、铸地和设备 美国其他州曾发现 这类养殖场物种之间病毒交叉传播 当局表示 摄益农场不是商业农场 家庭和牲畜不用于商业食品供应 不会对美国的猪肉供应安全构成威胁 目前H5N1型禽流感 对公众健康造成的风险仍然较低 美国疾控中心建议公众 采取禽流感防护措施 避免接触野生级死亡动物 美国职棒大联盟MLB世界大赛 洛杉矶到齐队 拿下队史第八座世界大赛冠军 MLB美国职棒大联盟世界大赛 第五场比赛 洛杉矶到齐队在比赛前段 最多曾落后到5分 最终以7比6反胜纽约杨基队 写下世界大赛史上冠军 关键战最大分差逆转记录 以总场赛4比1力败速敌杨基 相隔4年后再收下队史第八冠 到齐队主将大谷祥平 在本届世界大赛 虽然出现零打点零全雷打的低潮 但仍然获得个人大联盟生涯首冠 另一主将Freddie Freeman 则在整个系列赛颇进记录 首四战强棒连续轰出四支全雷打 取下12打点 获选为本届世界大赛最有价值球员MVP 也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二座世界冠军 而在洛杉矶庆祝到齐队赢得第八个 世界大赛冠军的夜晚 发生了多起暴力和抢劫事件 警方逮捕了多人 庆祝活动在市中心及周围多个地点展开 尽管大部分庆祝者保持平和 但部分地区的情况失控 警方在周三晚9点进入战术警戒状态 骑警和身穿防暴装备的警察 驱散市中心的聚集人群 并在多个街区发现车辆表演甩尾等行为 直到周四凌晨3点 战术警戒才解除 警方称当晚有一群人包围了MTA公交车 并试图纵火 所幸公交车司机和乘客成功撤离 事件中没有任何人被捕 但市中心的一家耐客商店当晚遭到抢劫 期间有6人因抢劫被捕 2人因未散去被捕 4人因涉嫌盗窃被捕 一名警员在执法期间受伤被送医治疗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快讯的全部内容 更多的消息请继续锁定晚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我是小师 感谢收看 再会